下边说说这个老师的事 老师提发学生不算新闻 不至于上电视 但是下边说的这位老师 惩罚学生的方式太特别了 让学生到墙上去磨嘴 对就是拿嘴贴着墙去磨 结果有个学生嘴都给磨破了 这个是广东三水地区一所小学出的事情 当时六年级的一个班在考试 有几名学生交头接耳 监考的陆老师就让孩子们去教室外的墙上磨嘴 当时磨完就磨完了 孩子们该干啥就干啥去了 但是晚上回家之后 家长就不乐意了 因为有一个女孩就太老实了 磨得太认真 都把嘴磨出血了 这家长一问怎么回事 那哪受得了 马上跟学校就反应了